現在我們就來實際動手做看看 因為你看我的都很簡單 好,一樣你就點上面這個房子 上面這個房子,你把它按一下 好,你看 各位,你想要用空白的,想要用範本 你們應該不會範本上升了吧 這裡也有空白的,也有範本,有沒有 看你啦 只是一般新制圖,平常我就不用範本 你知道為什麼嗎?範本還是別人的感覺啊 但是如果你想要有那樣子的 也就是說別人這個不錯,我要直接拿來用的 那OK 但是通常我就要用新制圖 我比較喜歡找空白的 因為空白的,就是由你自己去塗鴉 好,那你可以看到呢 它裡面有沒有很多種新制圖的 圖形的類,這種類型 你要哪一個都沒關係 通常我還是選擇用最單純的 我就用第一個 好,點進來 點了之後,它就問你 你要怎麼樣Style 怎麼樣風格 都可以 好,我就用原來的 好,進來了 進來的原來就有一個中心思想而已 做文題目 所以如果你今天 我想要了解一下說 我們比如說像各位今天上這個Focus Guide 的這個 使用方式好了 好,我以這個為主題 那各位 你有什麼樣的使用方式 今天它是一個中心思想嘛 那你要增加的時候呢 你可以 按右鍵 插入 它有分兩種 一個是同層,一個是分枝 那你按Enter它就是在同一層 所以我通常 這個地方我就會稍微記一下快速鍵了 當然你如果不要也沒有關係 就是你自己 你看這個 比如說使用方法 第一個 我就是先選好範本嘛 對不對 那如果你覺得要加上那個順序的話 我們可以按右鍵 它有個圖標 有沒有任務的優先等級 有沒有,1234 你按右鍵它有優先等級 你可以加上圖標 這樣子 當然你不加也沒關係 我就把它丟掉也可以 你就把它點到它Delete也可以 把它刪除掉 待會再來加 好,那我之後按Enter就再相同的 再繼續下去囉 就繼續下去 我選好範本之後我就會 注意一下什麼 中文字形的部分 中文字形 再來 我還會有 剛剛我們提到的 你的內容的部分 插入那個什麼 插入圖片 角色 對不對 好,那 因為我們講過新制度 最終就是要靈活 所以呢 如果你覺得 我有錯了 沒有關係 你就按一下 往上拖曳 往下拖曳 有沒有,很簡單 這裡 是不是這樣就可以 使用 那麼這是第一種 那麼如果你有比較喜歡的範本 你也可以在這邊做一個助記 欸,我就在這邊 再插入它的下一層 下一層的話 我通常在鍵盤上的TAV 當然你要按這個 音色或Delete上面那個音色也可以 從這邊 這樣有沒有第二個 這裡 當然我如果有需要把它的圖片貼進來 比如說我回到這個首頁 好,不用存檔 假設我有用過哪一個 我就把它的畫面 我把它抓下來 好,複製起來之後 我就拿這邊 欸,這個我想要把它貼在這裡 這樣有沒有就貼在裡面了 對不對 這樣子的話 我在看也很清楚嘛 我就知道我曾經用過哪些 我比較喜歡的範本 所以你可以把圖片加進去 好,圖片加進去 那 這是像這樣 那如果你覺得 欸,這個範本有什麼中文 要注意的地方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 你可以像這樣用以外 其實你看上面這裡 上面這裡有沒有這種關聯線 上面工具列有沒有 上面工具列有這個關聯線 你可以把它按一下 欸,中文字型 如果你用這個範本要注意喔 你看我就把它拉上來這裡 這裡 連過去 這樣有沒有 這樣有沒有 這樣我就可以 把這個 是不是又跟它做關聯了 因為我們的想法 總是天馬行空嘛 對,有時候有相關的 我就把它連結 注意一下 好,那另外呢 如果我在這邊 好,再繼續 再繼續 你就可以繼續這樣 因為它預設是一個 就是順時中型的 對不對 好,順時中型的 那麼 今天的話呢 如果這樣就好了 當然是沒問題 可是呢 我在這邊 我就再增加幾個 好,那麼 你現在看到 這個 剛剛我一開始用的是這種 新制圖的 可是我可能到了這一邊的時候 我覺得 這個 對我來講 安排的方式這樣不是很好 你每一個節點 都可以設不同的什麼 不同的新制圖的架構 不同的新制圖 所以不是你剛選的那個 都只能用那一種 我今天這裡 我覺得 比較適合 這個 叫做 我看一下 樹狀圖好了 來,我就用這個 按一下 有沒有這樣就馬上變樹狀圖了 你就可以很輕鬆的這樣去改 好,輕鬆這樣去改 那今天哪些內容不OK 你要就可以把它移過去 就拉過去了 這樣簡單吧 會像這樣 那如果呢 你覺得 我的內容很多 比如說你 以我這個來講 我這個 路過地球的內容是不是很多 你要這樣一次看是不是很不方便 所以 有時候 你某些主題 你想非常多的 可以以它為架構 以這個再往下延伸 你看 這裡 我按右鍵的時候 這裡有一個 新建頁面用詞主題 這個時候呢 你會發現 按一下 有沒有自動 變成以它為中心思想 對不對 你看 它旁邊這裡 它就有個超連結 可以回到上一頁 另外呢 在下面這裡 有沒有增加一個分頁 增加一個分頁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回去 也可以從下面回去 這樣就回來了 對不對 當然這是有相關的 如果沒有相關的 你就從上面這裡 插入裡面 就有一個叫新建頁面 因為我可以完全不相關啊 我就是在一個空白的 再去思考就可以了 這個是我們在使用新制度的時候 可以幾個簡單的 那還有一個很好用的 叫做浮動主題 我們剛剛現在這樣使用的時候啊 都是以它為中心 對不對 我去思考 我可能這個活動 我有什麼樣可以想到的 可是有些時候 我們會有什麼 突發奇想 有一些天馬行空以外的 你不知道怎麼歸類 你就在旁邊 空白的地方 點兩下 咚咚 你有沒有看到 有一個叫浮動主題 跑出來了 那你在這邊 一樣的 你可以按Enter 你可以按table 有沒有就可以 繼續延伸下去 對不對 等到哪一天 你覺得OK了 OK了 你再把它 拉回來也可以 甚至不拉回來 就放外面也OK啊 就把你的想法 把它記錄下來 這樣你了解那個概念了嗎 像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比較好玩 記得 新制度是要用玩的 真的 有機會 您試看看 用紙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用軟體 只是幫助我們 能夠更能夠怎麼樣 重複去使用它 重複去使用它 這樣OK嗎 那 如果呢 可以的話 你最後就可以把它 把這個專案檔把它儲存下來 好 它的副檔名 副檔名就是我 剛您所看到的 XMIND XMIND 這樣子 那你就可以把它儲存起來 那麼 存檔的時候呢 Folk在 XMIND的部分 它本來去年 前兩年有推出雲端的 不過今年 它把雲端先停掉了 所以這邊就變成你只能先 存在單情上面 存在單情上面 這是先跟老師稍微說明一下